看多了那些耳鱼我渣 是不是想来点小清新 主人 你看我的身姿 有没有可能拿模特赛冠军 你就做好你狗的本分就行 连一天到晚整那些没用的 说到史上最没用的告白 大概就是这位了 环境的黄浩鱼 爱恋你很久了 今天要告诉你 我爱你 本来是浪漫的告白 可紧接着剧情反转 我是黄浩鱼的男朋友 刚才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家浩鱼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她 爱她一生一世 别哭了 擦一擦你的眼泪吧 表白呀 不能光喊口号 得来点实质性的东西 送给女朋友一串手链 别小瞧她 这可是我喝着一个礼拜饮料 才攒下来的 朋友 你接下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去疗伤 我相信姑娘是不会答应你的 如果冬天来了 记得给女朋友买双包暖的鞋子 让她的脚和心都暖暖的 有一点没搞明白 如果真冷 我为什么还要买拖鞋 别人冷 还有人送礼物 而我只能拥抱自己 催眠自己 并不冷 我要是网管大哥 一定会贴心地把通条开到最冷 你在最冷的网吧睡觉 而我在最炎热的日子里军训 凡是军训不愿意理发的同学们 请你们按照这几位同学的发型 打个小辫子吧 教官 请问我现在去理发 还来得及吗 我可不想毁了我的形象 形象什么的 在这几位大姐前上都没有了 下面的姐妹们再给点力 今天我一定要爬上树 证明我们女生也是很厉害的 姑娘 证明你能爬树到底队你有什么好处呢 当初进入学校蓝图队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可现在不仅没有证明自己 还给队友留下了画饼 我真的有很认真的在防守了 同学 从画面来看 真的看不出你有认真的